华联邮局配合创新场域计划与在地一郎合作 完成一座活力创新游四方的碎形拼贴装置艺术 内容包括邮局业务的精神象征 还有邮局的徽章 希望透过艺术装置让民众感受到邮局不只是邮局 这一座名为活力创新游四方的碎形拼贴装置艺术 就助力在华联邮局大门前 这是中华邮政推动创新场域计划 华联邮局跟在地一郎合作完成的艺术新地标 这个装置艺术的原来位置是我们邮局一个标志 他已经使用了二三十年了 那因为使用年久了他有搬骨 我们要去修复他要花一笔钱 但是我当时就在想说这还是一个旧的东西 所以我就去找了维纳斯艺朗的满金老师 一直研究这个东西 后来我们就决定采取一个装置艺 穗行拼貼的裝置藝術 那它的意向 有充分展現了我們花蓮 還有我們郵局 這兩個的意向都在那裡面 希望透過這樣子的一個裝置藝術 能夠提升 我們在地花蓮的一個藝術氣息 活力創新由四方的穗行拼貼裝置藝術 內容包含了郵局業務的精神象徵 還有郵局的徽章 希望透過藝術裝置 讓民眾感受到郵局不只是郵局 它是一個貝殼的形狀 那它是 我們可以看從底下到上面 它是一個逆直針往上旋轉的一個圖案 那從底下我們可以看到 主要就是花蓮東部的特產魚漫波魚 然後慢慢逆直針往上轉的時候 它會變成飛魚 然後變成最後變成所謂的郵局的那個象徵 鴿子 那一直到最上面的話 你可以看到一顆郵政總局的那個Local 對那整個就是 除了用很多很鮮豔的顏色以外 也把東部的特產海洋跟山的顏色 綠色跟藍色放進來 對所以這個是花蓮 蠻有代表性的郵局的象徵 花蓮郵局還推出郵點意思業務集點活動 即日起到8月16號 民眾只要到郵局使用各項服務 都可以集點換好禮 希望讓民眾在日常生活當中 也可以得到小確幸 這則會壞事報道 好